如果我當初是決定工作不堪小孩 我那個肯定會是 那我一定會後悔的 其實當初我生小孩的時候 我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就是不拍戲 我也沒想到退休這件事情 但是就是因為小孩我也顧不了其他的工作 因為新生也好工作 明明在家看小孩只有我 爸爸我要你對我跑 你好強喔 其實有曾經想過 如果當初我把他們交給別人帶 我可能有更多的時間去做自己 去工作 那這些年來當然跟他們相處的 就很多時間陪他們 我也不想 二十年後後悔說 當年為什麼 沒有就是沒有花那麼多時間陪他們 因為小孩其實就是那十年 其實十幾歲之後他們就不要你了 因為欣欣 她前幾天 剛滿七歲 七歲那一天 我跟她說因為平常我會說 我愛你 或親她 她說不 我說為什麼 她說在家可以在外面不行 所以我就趕快去親妹妹 因為妹妹還不會 而且我發現就是 有時候我出國兩三天 打了電話給他們 其實他們沒有特別想過 沒有像父母親覺得 他們那麼的需要你 所以真的是要珍惜 我覺得陪伴這種東西 真的錯過就錯過了 小孩子長得真的很快 我寧願 對工作上有一點後悔 我不希望 對小孩子有任何的遺憾 小孩子 我以前也有叛逆期 但現在小孩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就盡量可以 之前就是跟他們多聊天 把他們當作朋友 我覺得只要小孩子安全 然後知道保護自己 有些事情願意跟你溝通就好 其他的我真的也 這真的 這真的是你們的功課很難的 可以談戀愛 但是就是要保護自己 所以可能八歲 我會讓他去跆拳道 你自己有在家裡 就跟老公說一家 對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從一開始就 其實我們的方式蠻像的 但是我先生比較 我是黑臉啦 我是比較嚴格的 對我來說 睡眠跟生活習慣很重要 只要這些事情 你把它調好之後 其他的事情 其實蠻容易的 所以在我們家 已經是七點睡覺 我們是五點半吃飯 有時候是五點十五分 如果可以早一點的話 有時候如果 不到幾歲數前是 不讓他去看電視 因為我覺得 星星已經到一個年紀 是因為他同學都會討論一些 人物一些事情 那我覺得如果就是 讓他不接觸也不好 所以可能他五歲的時候 把第一次是在飛機上看電視的 所以他們現在知道 上飛機是可以看電視的 像我們小時候只有電視 你不能把電視搬到餐廳 搬到任何地方看 你只能在家看 但是因為現在科技太方便 你就隨時看 那會養成一個不好的習慣 我們不帶iPad出門的 我們手機是來講電話的 所以他們不會 他們已經習慣了 所以以前我出去的時候 在飛機上或去餐廳 我一定會買一大堆貼紙書 什麼書 畫畫的 所以現在人與人之間 或者人跟小孩子之間 他們的交流互動不是那麼多了 我常常到餐廳看到 一家五六口大人 從那個阿嬤到那個孫子 都在看手機 如果有時候 我們一定要看的話 我有時候會拿一本書 然後再輸一部 因為你不要讓小孩子看到你在做這些事情 他會學你的 你要也是可以做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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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禮拜運動三次 是逼自己的 因為有時候真的我也很懶 但是你一做之後 其實你覺得身體就會習慣 一直想去運動 那我作習其實從以前到現在都是 差不多就是早睡早起 一般來說十點半睡覺 十點十點半 然後平常不化妝 如果我跟我先生去約會 我不塗粉底的 最多眼線然後口紅就這樣子 最多腮紅 但是我們家應該沒有粉底吧 那自然的老去呢 我看我可以撐多久啦 我也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撐很久 說不定以後科技更發達了 就是到時候真的要怎麼樣 就是更容易更簡單 所以妳現在動搖了自然嗎 我還是可以 但說真的那些醫美我不敢做 我現在也覺得 其實怎麼樣都是看自己嘛 妳自己的心態是很正面的 妳覺得那個對妳來說無所謂 妳就不會可以去 因為像妳看中楚紅好美喔 對不對 就像我剛剛講的心態很重要 可能覺得自己 可能別人覺得50分 但妳覺得自己100分就夠啦 妳不可能滿足每一個人 妳不可能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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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可能會去